快来啦快起跳吧 快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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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跳吧 快一起来 来到起跳板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 有许多的快乐 一曲游戏 唱的飘风 就像快乐电影 多少美好 狂乱时光 惊得七乔本 在七乔本 太好了 七乔本 爱宝贝 爱戏剧 七乔本特别节目 快乐宝贝爱戏剧 就要隆重开演了 这里有温馨梦幻的童话故事 这里有传统有趣的神话传说 这里有红色经典的历史往事 这里有天马行空的神奇想象 七乔本快乐宝贝爱戏剧 让小朋友们在戏剧表演中 感受美好 学会爱 享受快乐 收获成长 精彩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快来一起看吧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你们 欢迎大家收看 由美油高奶粉独家冠名播出的 快乐宝贝爱戏剧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 是七乔本精心打造的特别节目 今天啊 是我们的第五场展演 提起戏剧呢 小朋友们一定都不陌生 都看过 戏剧呢 根据它题材的不同 表现形式的不同 体量大小等 可以分为歌剧 舞剧 音乐剧等 那小朋友们最熟悉的 可能是儿童剧了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尝试 为所有喜爱儿童戏剧的小朋友 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 提供一个可以深入到戏剧当中表演的机会 让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爱上戏剧 今天呢 有三支表演团队 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欢迎你们 为了使大朋友小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对于儿童戏剧 对于戏剧表演 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我们每期节目现场都为大家请来了 三位重量级的嘉宾 下面隆重为大家进行介绍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何极光 欢迎您 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 少年儿童演员工作委员会副会长 刘洪梅教授 欢迎您 小朋友们熟悉喜爱的我们善儿频道的主持人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的 何子然导人咪哥哥 欢迎 根据今天我们三个剧团小朋友的表演 在我们表演结束之后 我们将评出最佳原创剧本奖 最佳创编奖 最佳舞台效果奖 优秀团队奖和优秀小演员奖 那我们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今天的三个儿童剧 他们的主题都是关于自我认知和自我成长的 我们希望通过富有文化内涵和教育意义的好的剧本 让孩子们能够从中获得成长 并且可以提高认知和审美能力 首先请大家欣赏由青岛公安局幼儿园 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看的儿童剧 名字就叫做小鸭变形剧 一起来欣赏 多么美丽的青岛公安局幼儿园 阳光柔柔地洒在大地上 我终于可以自己练习舞步了 小鸭变形剧 小鸭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一起去捉鱼吃吧 捉鱼 不 捉鱼最没意思了 当即样子可真没意思 总该有点什么好玩的事吧 世界这么大 我要去看看 等等我们 嘎嘎她 嘎嘎嘎 嘎嘎嘎 我是长顷鹿 腿长脖子长 能把树叶高 能把鱼尖长 要要业 哇 腿好长 脖子长 好长啊 太帅了 腿长脖子长 肚长颈鹿一定很刺激 刚才那只小鸭子是什么刺激 离得太远 没牵牵 腰腰腰腰 腰腰腰腰 现在我腿长脖子长 我是一只肚长颈鹿 我是谁 那是什么 我是大象 我的鼻子最长 我的力气最大 在尔征森蕾里我最强 我的妈 你体格那么大 我什么胆子那么小 体格大跟胆小没有关系 你是谁啊 我你都不认识 我是长颈鹿 长颈鹿我见过 你不是长颈鹿 你是一只踩着高枪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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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鸭子 我是长颈鹿 你看我的腿多长 你最好小心点 不然会摔倒的 哼 我才不会摔倒 哎呦疼 疼死我了 小鸭子 先选一下吧 天哪 它的鼻子那么长 耳朵那么大 全体那么强壮 看在地上一定是稳稳当当的 我想我有主意了 真是一只可爱的小鸭子 全是一只可爱的小鸭子 谁 谁在学我说话 谁 谁在学我说话 你们鹦鹉除了我学蛇 还能干什么 可是我就不会学蛇 你是五皮鹦鹉 除了好看没别的 对对 我还很好看 好看 我说话 无聊 无聊 嗨 鹦鹉 我是小 不 我是大象 一只了不起的大象 哈哈 你们笑什么 我是小 不 我是大象 一只了不起的大象 不要笑说话 既然你说你是大象 你能用鼻子喷水吗 我当然能 你看 啊 阿 阿 阿 气 哈哈哈 光神无比 grass 你们漂亮一毛 会学蛇 我想我有主意了 唉 你需要亲密吗 我们给你亲一个 只要一个桃子够了 主要你一个头就够挖 对 我不要 一只鸟 我不是鸟 对 我是鸟 我是一只了不起的鹦鹉 你看我的羽毛多漂亮 我还会学蛇 你随便说什么 我都能学 那我来说一个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豆 葡萄皮 简单 吃葡萄不吐 嘎嘎嘎嘎 这个太难了 行不行 小女巫 你能飞吗 我当然能了 哦 一二 飞喽 哎哟 真是一只 这叫 倒霉的小鸭子 喂 有点畜啊 好的 有桃子吃吗 有啊 好的好的 我们马上就去走吃桃子去 是 真倒霉 事情都搞砸了 当一只鸭子一点乐趣都没有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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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я 对对 很高在美我们那儿 嘎嘎什么 我是一只小鸭子嘎嘎嘎嘎嘎 我是一只小鸭子嘎嘎嘎嘎嘎 小鸭你要看到自己的长处 正确的认识自己 做一只快乐自信的小鸭子好吗 对我要看到自己的长处 做一只快乐自信的小鸭子 太好看了 太精彩了 这个剧你演过多少遍你数过吗 我就演过一次 对我们从来没有排练过 这是我的首演 第一次演演得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听听三位嘉宾评委 对孩子们的点评 来何导有请 我觉得小朋友们演得特别好 小演员们很自信 尤其我们的小鸭子特别可爱 你一上台就深深地 把我的注意力都吸引了 天生的主角是吧 对 你有一种我们所谓的叫台员 你站在那里 观众就很喜欢看你 然后能看见你在台上 你自己的小魅力 第二个呢 我觉得还有一些 值得表扬的是 我觉得这个戏里有些小服装 做得很漂亮 尤其在台上灯光一打的时候 闪闪发光 尤其我觉得长颈鹿那个 我是最喜欢的 特别漂亮 两个人的然后那个嘻哈的那种表演风格也很有意思 很好玩 好 谢谢何极光大哥哥 刘教授有请 刚才看到了小朋友们在台上特别的热情 特别的热情 所以你们在台上的这种热情首先把我们感动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我的感觉是小朋友们特别的喜欢戏剧 因为你们在台上呢 你们每个人都在塑造着一种特别可爱的小动物 另外呢 还有每个形象呢 都有自己的特点 这种特点不光是你们的服装有特点 你们自己也因为有服装给你们的一个帮助 使你们相信你们是小鸭子呀 小猴子呀 小鹦鹉啊 小象啊 还有小长领鹿 所以在台上呢 是特别特别的有效果 特别特别的有戏剧的味道 祝贺你们 谢谢刘老师 谢谢 有请导人你做个点评 哎呀 真的太高兴了 让我很兴奋 就像红梅老师说 一下我都特别羡慕 我要是能小时候有这么一个幼儿园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戏 在台上能够表演 太幸福了 所以我首先要感谢青岛市公安局幼儿园的各位老师 因为有了他们的幕后的要求 以及他们精心地为小鹏准备的所有的浮化道 才有了今天精彩的表演 关键他交代得非常的清楚 每一个角色呢都那么准确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 谢谢你们出色的表演 谢谢导人迷哥哥 把掌声送给他们 儿童绘本故事呢 是孩子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 因为里面的故事引人入胜 而且绘画呢非常的精彩 下编的这出儿童剧呢 也是根据儿童绘本故事改编的 名字叫做巨人的花园 想知道巨人的花园里面有什么吗 请欣赏北京笔盖巨社 为大家带来的巨人的花园 嗨 小伙伴们 我数一 二 三 你们就睁眼 哇 好大 怎么样 我没骗你们吧 好大的花朵 甜甜甜菊 clamp 买孩 买卜 宰仃 蓝色的花朵 粉色的蝴蝶 蜘蛛 青SS的蜴蜗 ổ 可是 它的花园 好 Da 独 很 Tribeo 好大 让我们咱们和他们比试一下 春天的飞坏令怎么样 我来 草长应飞二月天 佛迪阳柳醉春烟 江迪何须愿阳柳 春风无渡玉门关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等闲时得东风面 万子千红总是春 好 伙伴们这个花园好美 我们要不跟小花一起跳舞 好 我是一朵调皮的小花 小心 我咬着你们的手指头 我是一朵优雅的小花 你们可要记住我哟 我是一朵疯狂的小花 当然是在你们看不见我的时候 好 我是一朵倔强的小花 我叫诺诺 你好吗 我是一朵安静的小花 我喜欢美美的待在这儿 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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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我的花园 我的 所有的花都只为我一个人开放 走叫走 花园是它的 可是春节是大家的 对 我祝你放风筝了 一群臭小孩 算你们跑得快 小的命 我的小花 你们怎么了 好冷 小花 废物吧 我可爱的白色小精灵们 去亲吻那些小花 小花 请问巨人 永远不要停下来 让这个花园 在白色中沉睡 可怜的巨人 可怜的小花 我不是朝鑫这样做的 现在春节应该是我们 而不是他们 是巨物 那冰冷而自私的心 招惑了 但是 不要再说了 没有 但是 没有 下吧 下吧 让巨人的花园 永远成为我的宫殿 走 巨人 下花 是 有人要听杜球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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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想犯方胀 我们 天哪 他叫巨人的花园里了 桌下岔了 我们可以偷偷的溜进去 把风筝取回来 对 距离好冷啊 刚刚才出的花开 现在却白雪矮矮 可看巨人 他好像冬江了 我们救救他吧 用我们的心意给他取暖怎么样 我才不愿意呢 谁要他刚才赶我们走的 巨人好可怜呢 虽然他很自私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 我们先把他救醒 再问问怎么回事吧 亲爱的巨人 你醒了 亲爱的 好久都没有听到这句话了 怎么又是你呢 我的小花又活了 小草又绿了 春天又回来了 难道你们有魔法 对 我们的笑声就是魔法 就是春天 春天又回来了 花园里面的小花们在哪 我们在哪 欢迎大家来我的花园做客 有你们在 这里永远都是春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孩子们的精彩表演 巨人的花园的原作者是王尔德 也是一位戏剧家 但是小璐姐姐觉得 这巨人上来跟孩子们都太趋同了 如果你在服装上 或者利用道具 让自己变得更高大一些 那跟他们就会形成进一步的反差 对不对 好 我们听一听三位嘉宾的点评 有请刘老师 首先我觉得挺有特点的 一个就是他们的形式很丰富 不管是他们的编排 包括他们用的一些舞台呈现的形式 都挺多样的 孩子们表演也很认真 但是感觉上有点不过瘾 我想咱们既然是一个戏剧的故事 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 应该都是故事当中的人物 故事当中的相互的要配合 反应也应该是从对手来的 比如说他很害怕 我没有看到你是从哪儿害怕他了 是吧 那么你很讨厌他 他哪儿讨厌了让你这么不喜欢他 是吧 可能最好的一面 我们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你们的基础已经有了 所以再接再历 你们都是非常好的戏剧苗子 也感谢老师们继续辛苦 谢谢 谢谢刘老师 谢谢 有请导人咪哥哥点评 好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作品选择的特别好 因为在这个年龄段 然后给我们观众呈现出来一个探究内心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其实发现了巨人 其实我们的内心发生了改变 外部就发生了改变 那么如果站在冰雪女王的角度呢 其实他会觉得冰雪世界是最完美的 所以就看我们在生活当中 看站在什么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 所以他给我们一种思考 只要我内心保持这样一种观点和态度 我就永远热爱生活 热爱生活的态度就产生了笑容 这个笑容 一笑就包容了一切 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 谢谢导人咪哥哥 谢谢 有请我们和极光大哥哥 对孩子们的表演进行点评 我看了这个戏之后呢 我觉得台上的小演员们 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每个人都拿出了非常大的热情 在去演这个戏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冰雪女王上场的那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她完全可以存活在自己的那个人物当中 她表演的信念感很强 已经有一些人物的种子出现了 我觉得我应该再次的鼓励一下 所有的台上的小朋友们 我觉得你们表演的都特别好 特别认真 我感觉到了你们对戏的可爱 我把掌声献给你们加油 谢谢 谢谢何极光大哥哥 我觉得呢 每天呀 在每一场展演当中 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的这些孩子们 还有呢 他们背后的这些 帮助他们进行创作的老师呢 一定从我们每一位嘉宾的 这样的毫无保留的为孩子们 献计献策的这样的点评当中呢 会收获很多 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特别节目的一个初衷 和我们想要为大家所奉献上的东西 再次谢谢你们 谢谢 好 接下来为大家奉献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出儿童短剧 在欣赏第三出短剧之前呢 让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我爱七小板 爱宝贝 爱戏剧 七小板特别节目 快乐宝贝爱戏剧 就要隆重开演了 这里有温馨梦幻的童话故事 这里有传统有趣的神话传说 这里有红色经典的历史往事 这里有天马行空的神奇想象 七小板快乐宝贝爱戏剧 让小朋友们在戏剧表演中 感受美好 学会爱 享受快乐 收获成长 精彩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快来一起看吧 欢迎回到我们七小板特别节目 快乐宝贝爱戏剧的现场 接下来呢 要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三出儿童短剧 是由北京一海生涯文化传媒公司带来的彩虹花的梦想 一起来欣赏 小白花 醒醒 春天到了 该开花了 是花仙子呀 你好 你刚才叫我什么 小白花 我明明梦见我是朵七彩的花呀 七彩的 我看看 你还真应该是朵七彩的花呀 对不起 对不起 今年呀 春天的花太多了 分颜色的时候把你落下了 那怎么办呀 真的很想到一朵彩色的花 别急 我们帮你去寻找颜色吧 把你变成一朵彩虹色的花 你看那边就有一片麦田 我们去试试能不能给你要点金黄色 麦瑟 你好啊 咳 咳 咳死我了 有水吗 快给我点水喝 你们先喝点哈 你们怎么会渴成这样 已经两个月都没有下雨了 我们都快干死了 我们帮你召唤春雨姑娘吧 春雨 春雨花啦啦 快来交装下 下雨楼 下雨楼 喝吧 茶喝吧 我们喝好了 谢谢花仙子 谢谢小白花 说到我的颜色 麦瑟 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金黄色 当然可以啦 好漂亮 谢谢你们麦瑟 不用客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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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颜色真漂亮 是 你看 它太美了 哇 小水晶 你的紫色好漂亮 那当然 我可是珍贵的紫水晶 我说 你的花好奇怪呀 怎么身上又是黄又是白色的呢 我现在还是朵白花 但是我在努力找颜色 别争议的彩色的花 你看黄色是刚才麦瑟送给我的小水晶了 你可以送给我一点漂亮的紫色吗 不可以 不可以 我的紫色怎么可以送给你呢 你找别人要去吧 再见 花仙子 没关系 人家不愿意给我们也正常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其实呢 帮助别人是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 别灰心 咱们接着找 嗯 好多花仙子 我喜欢蓝天的颜色 蓝天那么辽阔 我想让它不介意给我一点蓝色吧 我们试一试吧 蓝天 蓝天 你好吗 可以给我们一点蓝色吗 谁在喊我 谁在喊我 我在这里 蓝天 你为啥照着一层灰色的沙呀 我们都认不出来你了 我们找你是想为小白花样一点蓝色 管我要蓝色 我自己都没有蓝色呢 这层灰色沙叫做雾霾 我常常被他人遮住 我也很苦恼啊 这都怪人类 不好爱雾环境 我用魔法把风给喊来 先帮你吹散雾霾 狐狸糊涂 太糊涂 瓜哥 这怎么下雨来了 这都是你点子 哎呀 是我马虎了 念错魔法咒语了 重来 糊里糊涂 不糊涂 瓜风 好舒服呀 世界好清晰 小白花 我愿意把颜色送给你 谢谢你蓝天 谢谢你蓝天 小白花 我也可以给你颜色 我给你点绿色 傻不傻你 哪有绿色的花疤啊 怎么就不能有绿色的花疤呀 绿色多好它呀 哎呀呀 天蓝了 才看清 这儿还有三棵大树呢 绿色是大自然的颜色 如果能得到它 我太荣幸了 我们都愿意把颜色送给你 好漂亮 真美呀 谢谢你们大家 不客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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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找到了三种颜色呢 找到天都快黑了 快看天边 红色的晚霞太美丽了 晚霞 您好 你的颜色太美丽了 这不注意折我一点 是因为我想变成彩色的花 可以 但是我在忙着找孩子 如今我的几个兄弟姐妹妹出去玩了 到现在家还没回来 等我找到孩子 就送给你颜色 云朵孩子 是不是有大象的形状 山的形状 和面包的形状 对呀 对呀 就是它们 那您别找了 它们刚才化成鱼水管盖装件了 哦 那我就安心了 呃 那就没有生姐妹了 呃 孩子 别难过了 它们还会化装水蒸器 再回到咱们身边的 想要颜色是吗 没问题 我给你点红色 小白花姐姐 我给你点粉色 多美的红色和粉色呀 我越来越漂亮了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咦 那是谁呀 啊 是我 是我 其实我一直躲在那里 看到你们帮助别人 也得到别人的帮助 大家都很开心 你的花瓣还有片是白色 我把我的紫色送给你 小水晶 感谢你圆了我彩虹色的梦 不用感谢 小白花 你该改名字了 你现在是一朵真正的彩虹花了 感谢你花仙子 感谢所有送给我颜色的人 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你的了 好 祝贺彩虹花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每一位小朋友啊 都是一朵洁白的小花 等待着呢 通过成长呢 让自己的色彩变得更加丰富 成为一朵彩虹花 好 看完他们的表演之后 我们听一听我们嘉宾评委的点评 有请刘老师 他们所反映的主题非常好 在帮助别人的同事 让自己快乐 特别棒啊 那么我觉得呢 最主要的呢 我们是要培养我们的孩子 对戏剧的兴趣 对生活的兴趣 这个呢 我觉得在这里面都达到了 那么至于说 我们今后还有很长的时间 来学习呀 来了解呀 我们会慢慢的成熟 戏剧不光是只有喜欢就够了 还需要去好好的学习 还需要去好好的理解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课题 大家同学们呢 小朋友们加油 你们的老师会帮助你们 我们也会帮助你们的 谢谢你们 祝贺你们 谢谢刘老师 谢谢您 有请何极光大哥个点评 在这个戏里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故事特别的好 通过寻找颜色 然后表达了这样一个 互相帮助有爱的一个主题 甚至这里面还融入了 环保的一些内容 然后小魔女 就是那个小仙女的那个口诀 还会念错 然后也很有意思 有一些人物感 包括我们的小主角 一开始 我觉得她在台上那种 那种小表情啊 真的是我特别愿意看着她 笑笑的那种感觉 特别喜行 谢谢你们的表演 非常精彩 好 谢谢何极光大哥哥 谢谢 好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 这些小演员们 谢谢你们 好 今天呢 我们三处儿童短剧呢 都已经为大家展演完毕 马上就到了我们的颁奖环节 究竟哪一个原创剧本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哪一出剧目 在舞台上的呈现效果更胜一筹 有哪几位小演员会 获得优秀演员奖呢 答案马上揭晓 好 首先有请刘鸿薇老师 为大家宣布 获得今天最佳原创剧本奖的团队 有请 获得最佳原创作品奖的是 北京一海生涯文化传媒公司 送上的彩虹花的梦想 祝贺你们 获得最佳唱编奖的单位是 青岛市公安局幼儿园的 小鸭变形记 祝贺你们 有请刘老师为获奖团队的代表颁奖 彩虹的梦想和我们的小鸭字的这个 剧目都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好 有请我们何吉光老师 为大家宣布 获得优秀舞台视觉效果奖的作品 获得优秀舞台视觉效果奖的是 北京底盖儿儿童剧 巨人的花园 恭喜你们 祝贺你们 第二个我宣布的是 获得优秀表演奖的是 青岛市公安局幼儿园的小鸭变形记 恭喜你们 祝贺小鸭变形记 同时还有北京一海生涯文化成 北公司的彩虹花的梦想 恭喜你们 有请何吉光老师为获奖团队颁奖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祝贺你们 那究竟哪一位小演员 可以获得我们的优秀演员奖呢 有请导人咪哥哥来为大家宣布 那今天其实有很多的小朋友表演得非常出色 但有一位小朋友 我们三位评委都觉得是当仁不让 他就是青岛市公安局幼儿园 表演的小鸭变形记 小鸭的扮演者梁甜心 祝贺甜心 有请导人咪哥哥为甜心颁奖 祝贺 好 我们今天的七小板特别节目 快乐宝贝爱戏剧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舞台上 除了参与展示感受戏剧带来的快乐的同时 也对于他们的文本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同时通过这样的形式了解了优秀文本 所传递给孩子们的深刻含义 这也是我们爱上戏剧的一大理由 让我们在下周二的同一时间七小板节目里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